1994年5月1号 我还很清楚的记得是那一天 那天台北天气很好 飞机很平稳的降落在红桥机场 心情真的非常的激动 选择到了上海 让我发现其实世界真的是很大 我是李崇章 我目前在美声公司担任总管理处的总经理 94年的时候当公司决定拓展大陆业务 希望我能够来上海 其实那时候也是蛮纠结的 因为在台湾的生活很安定 而那时候我太太正好怀孕 但是因为我们的制造基地 已经从台湾移到了大陆 也看到了大陆的改革开放 我们决定来试一试 这些年也确实因为大陆的人口红利 资源的红利 特别是政策的红利 那确实让企业越做越好 但是后来随着这里的人力成本的提高 那我们也不断的转移 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把总部留在上海 它是一个世界的窗口 你可以在这里对接全世界 然后营商环境不断的在改革 越来越方便 我们早期如果想要办一个海关的业务 或者办一个政府的一个 比如说一个年审 你可能都要花很多的时间 而且要零贵 现在只要有一只手机什么都搞定了 所以我想这整个的营商环境 相差的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再加上人才 所以我们仍然把总部放在这里 我们的两千个员工是从上海开始 一步一个脚印 如果我在台湾 我根本看不到这样的一个规模 疫情对每个人的影响都很大 因为世界是平的 你不可能独善其身 我们在大陆的恢复是最快的 有些订单不能生产的时候 它还是会回到上海来 我们一家四口现在定居上海 中华文化的家的这个观念 其实一直存在 小到我们自己的家 大到我们的父母 甚至于连公司的治理 其实都是有家的文化 所以家这个字 在我们中华文化里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94年我来到上海 到今天已经27年 时光如果再倒流一次 我还是会选择来到上海 因为这27年 让我的人生更富有 应该是这样讲 来到了上海 增长了我非常多的坚持 所以如果说让我 给台湾的年轻人 一点建议的话 我会建议他 如果有任何的机会 走出去看一看 也许可以让自己 有不同的选择 我会建议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下 Promised员